中共新的领导班子已经正式就位 国际关心的除了政治局势 更多的就是中国的经济问题 根据中国大陆官方自己的统计数据显示 大陆2月底货币供应量余额 逼近人民币100兆元高居世界第一 物价转不停再加上货币超发 是否更严重的推升中国物价与房价 焦点纵横带您深入探讨 吴教授您好 您好 大陆官方统计显示 大陆2月底货币供应量余额 逼近百兆元居世界第一 学者分析货币超发恐怕会推升物价房价 大陆民众将深受其害 请教老师怎么看中国超发货币 是 其实中国的货币量是不是发了太多 那有几个指标我们能够来看 第一个指标当然就是货币的总数 然后跟GDP它的怎样种比较 那现在它的货币总数是GDP的倍数 那另外一个这个指标是什么 就是外汇存底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几年来 中国的这个外汇存底都是世界第一 那不只是世界第一 它这个比第二名 那个日本 那个多的是太多了 它现在到今年的二月底 它的外汇存底有多少呢 已经有四兆美元 那这个日本大概是一兆美元 所以你就知道它的钱实在是非常多 因为外汇存底就是外国的这个钱 那个存在 那这个中国的他们的央行的手里 那已经换成了这个人民币 然后在这个民间 然后在流传了 所以有这样的这个资料 我们就知道 那钱实在是太多了 那钱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钱本身它没有价值 它的价值应该是在后面 那个实质的这种生产 或者说用这个GDP来表示 所以你现在这个钱 然后比这个GDP的这种量还多的时候 就等于金融或是说物价 它就相对的高 所以如果这个多次把这个钱都拿出去买东西 就会引起万物都会起涨 那万物起涨那就是所谓的通货膨胀 那通货膨胀对这个杀伤力是非常之强的 好 你如果没有去买一般的东西 而你去股市 然后到房市 就会造成所谓的资产膨胀 或是说泡沫经济 那泡沫经济 其实对一个社会 这个冲击会更大 那今天这样的中国的货币多 其实不只是对中国造成影响 对全世界也造成波及的这样的效果 所以这个其实非常可怕的 过去在台湾 也曾经发生过台湾浅 那时候烟角木 烟角木就是使台湾经济 被打得乱七八糟 而台湾的人这样的工作 勤奋的工作也被打击非常之大 那在中国现在这个力量 比过去的台湾更大 所以对他们的这样的影响 其实是非常大的 那这个人自己连来 一直在讲一直在讲 不过到现在还是没有消失 所以变成他们的一个 真的是毒瘤 这个毒瘤如果真的是到最后 农化出来 或是说白色东西 然后冲冲 这个不好的冲冲显示出来以后 那的确中国不止经济会崩溃 那这个全面应该是会崩盘 这样的 Оч象 4M 8M 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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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